第32題 已知二莫爾氫分子與銀莫爾氧分子化合可生成二莫爾甲分子 若以白圈圈代表氫原子 黑圈圈代表氧原子 則下列合者可用來表示甲分子的結構 我們知道莫爾數就是個數 所以這題目的意思就是 兩個氫分子加一個氧分子 可以生成兩個甲分子 兩個甲分子 那麼我們知道所謂的兩個氫分子 那就會有四個氫原子 他分給了兩個甲分子 所以每一個甲分子就會有兩個氫原子 就有兩個白圈圈 那我們知道他有一個氧分子 一個氧分子有兩個氧原子 他分給了兩個甲分子 所以每個甲分子會分到一個氧原子 所以就會有一個黑圈圈 所以他就會有兩個白圈圈 加上一個黑圈圈 所以他的構造是應該長得像這樣 也就是我們的C 所以第32題問我們說 下列合者可以用來表示甲分子的結構 我們答案選的是C 就是有兩個氫原子 加上一個氧原子 構成一個甲分子 我們來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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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